明明不是元宵节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花灯挂在街头啊 原来这是头粪四月八的客家文化节 在头粪的上公园还有下公园举办的赛花灯活动 各式主题花灯争奇斗艳 真的是充满客家风情的美丽节庆 这么精彩的活动我当然要去参加啊 上网就搜寻到了你看这个 2013年的客庄十二大节庆里面的 头粪四月八客家文化节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我去头粪四月八文化节的话 我就可以看到那些很多很漂亮的花灯咯 那现在就赶快跟着我一起去头粪了解一下吧 从一月到十二月都有许多具有历史传承意义的热闹节庆 这就是现在每年在客家庄都会盛大举办的 客庄十二大节庆 农历四月八和我一起去头粪赛花灯吧 这个不能皮啊 怎么办 我帮你介绍一个详艺国际的老师 我做得漂亮吗 不但漂亮而且很有客家的元素 你看看你看看 这内线满满的客家老皮肝 加上这米香十足的版 那台版圆块又来尊敬它的上颜色的 来到头粪就一定要吃我怀念的好味道 台版圆啊 话不多说我够不及待 我现在就要赶快吃到它 很熊很豪盛喔 皮Q啊油豆捏 嗯 哦 开心 这些人用的喊很豪盛喔 它大概做到头粪药 然后就听作一人的喊 那台蟋盐 那在蟋盐的当中 它切成米香薄的 素工做的蟋盐 当然好蟋盐 那油虫醋呢 油虫醋喔 油虫醋是老板精心制作制造的 那要买它做的喔 买它做的 买它大雄油啊 太近 这问题喔 那台蟋盐呢 我们是同伴侣的小时节有没有 那要整一班啦 最后在台蟋盐做的事 是要做的宽发店一成型呢 有 现在要宽发店啊 对吗 有啊 应该没有 有啊 哦 如果我们同工的变化更加强 我们不单要宽发店 我们还会做法店 不做法店啊 我们还 circular Hot objects 你的名字拍吗 好 尽量吧 点把亚额加弹 因为是一直做的嘛 不好花店 为什么没有花店 这这种عل aboard 然后吃个艺组是천将与哈咖咪的花店 所以就会我们花咔定了 那么简单 就品费 最多最 smieren 你们打它 class 我會把你整個店做一連一連的拍 沒啦 好我不管 在場的每個人要幫我作證 如果我可以做出一個花燈 又漂亮又有客家味的話 那大姐做好了 那幾掌就成交了 好 剛剛和台辦演的老闆娘打賭 要做出漂亮又有客家風味的花燈 嘿嘿 我可從來是不做賠本生意的 早就打好主意啦 到曬花燈的場地借一盞不就得了嗎 好漂亮喔 這每個都是手工化的耶 好漂亮喔 借這展你覺得怎麼樣 可是 上面都沒有寫是誰的耶 我要跟誰借啊 自己拿下來嗎 這用鐵絲綁的 可是這樣也不太好 這樣好像小時候 我應該不能做這種事吧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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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像前面我記得頭份 有一間很大間的藝民廟 那廟裡面應該會有很多 特殊造型的燈啊 那我跟廟裡面的人講 應該他們都是好人 你們會願意借我吧 去試試看好人嗎 山不轉 人轉 看著一名廟香火鼎盛 搞不好有什麼特殊造型的花燈可以借我喔 一名廟這裡這麼燈火通明 我想就一定可以借到造型特殊的燈啦 所以現在先去問一下廟方人員 走進廟裡頭果然是金光閃閃 莊嚴肅木 我覺得我滿有希望可以借到展花燈喔 趕快來問一下一名廟的執行長吧 執行長 執行長我想說啊 這座廟這麼金幣 會晃隆重莊嚴 所以一定會有很多造型特殊的燈對不對 有啊 在樓上啊 我帶妳過去看 好 小姐 我幫妳介紹我們一名廟裡面的特殊的造型燈 斗燈 上面那一排是我們的神明燈 可是我看到這個燈造型真的非常的特殊喔 因為怎麼會裡面放好多好多東西喔 原來執行長說的造型特殊的燈就是這個斗燈啊 這裡頭可是插織了剪刀、尺、鏡子、感襯、一盞燈、一把劍 象徵了遠遠流長民生豐足 傳統上就是認為拜斗可以嚴受消災祈福 所以每年都會有許多的鄉親們來到這裡點燈喔 是說只要有想要消災祈福結餓的信眾 都可以來點燈 那如果像我這樣的話我也可以來點這個燈嗎 今年已經額滿了 年底點明年的就可以了 好 一年度為止 我放在心上了 但是我此時此刻當務知己是 我必須要找到一個造型特殊的提在手上的花燈 這個不能提啊 怎麼辦我跟人家打賭耶 我幫你介紹一個響義國際的老師 幫你教你做燈了 但是我現在可以去自己學做花燈 對對自己學 好好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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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執行長 這抖燈的確是很特別 但是它花燈差了十萬八千里耶 還好執行長說他們有門路可以讓我去拜師學藝喔 好開心喔 今天認識到了抖燈耶 原來抖燈呢就是祈求要幸福啊 祈福然後消災解餓 雖然我今年已經趕不上點抖燈 不過沒關係 我決定今年年底的時候 要盡早來為我的家人在明年度的時候 也可以祈求全家人幸福平安健康囉 有沒有看到 這裡面花燈好漂亮喔 五顏六色其他的形體都好精緻好栩栩如生喔 我想這裡一定就是 將花燈推向國際的林玉珠老師的工作室了 事情發展成這樣喔 看來我一直好動手做一盞花燈了 根據執行長的指示 我終於找到了這位國寶級花燈藝術家 有了他的幫忙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做出 讓老闆娘驚豔的花燈 老師真的太謝謝妳了 而且我看到妳的工作室裡面超多 好多好漂亮的燈 而且妳看我後面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童花耶 完全性的還包含了客家元素在裡面 那跟我打的這個賭注 就是太吻合啦 漂亮的花燈 然後結合客家元素在裡面 那就是老師 一切就要萬事拜託了 拜託妳喔 妳一定要讓我贏得這次的賭注好了 應該是可以的 只要妳努力 那麼韓怡妳知道不知道 曬花燈的那個由來呢 有有有 老師我這次是有備而來 我有做足了功課 跟妳們說 其實這就要追溯到頭份 以前呢 叫做上街下街的這個地方 現在其實就是上公園跟下公園 然後他們兩家人呢 就是在元宵節的那天 他們就是比賽花燈啊 可是就沒輸沒贏嘛 大家都覺得自己做得最棒啊 所以他們就訂第二次 第二次很妙喔 就是選在農曆的3月23號 什麼日子 就是媽祖生的那一天 然後呢 結果是什麼 又是個沒輸沒贏 兩家人就是真的跌跌不朽 那就訂 應該算是初賽 副賽 然後再來就是總決賽吧 總決賽就是我們的4月8號 就一定要比出個輸贏來 所以就一直延續到現在了 對不對老師 那麼妳要把它突破是不是 我不是 是因為我也去跟別人打了毒 我敢說突破 我要延續這個客家文化傳統 所以老師 妳今天要幫助我贏得這場比賽 可以嗎 對 可以啊 我就說我有會跟嘛 做花燈其實一點也不難啦 其實傳統上呢 都是用竹面來做花燈 但是竹面很容易折斷 也不好操作 也不能多次使用 所以老師就開始創新推廣 用包紙的鐵絲 來製作花燈的骨架 簡單的結構 就讓製作花燈變得更容易 也更加有趣喔 做花燈 首先要確定的就是花燈的主題 然後呢去構思造型 按著造型去製作立體的骨架結構 我這次為了展現客家風味 所以就選用了客家花布 來裝飾燈籠 讓老師從旁細心的指導 我終於完成了這盞 獨一無二閃閃動人的花燈啦 當然 看到了嗎 我的客家花燈完成品 超漂亮的吧 而且四面都是精心設計出來的喔 老師我晚上拿這個去提燈籠 妳覺得我會不會很醒目 很就是會受到大家的注目 當然啊 它也很特別啊 我做得漂亮嗎 不但漂亮而且很有客家的元素 謝謝老師這都是妳的功勞喔 謝謝老師妳願意跟我一起打一個卡嗎 好 我要看鏡頭笑一個喔 好 請給分 欸這花燈有客家風味嗎 漂亮嗎 要用黑芽髮布做的有黑芽咪喔 妹妹妳快有獎喔 懂獎啊 一群試獲的人 哈哈哈哈 好 我來養子喔 我來養子喔 我來很講過的耶 不爽就不爽 一爽就打我們紅 真金油漾有獎耶喔 那我現在是不是就可以吃好料的啦 可以啊 可是妳這燈籠妳是要送我喔 不管妳輸還是贏 我還是會伴奏請妳的啦 為什麼 是要伴奏拿我娘的那樣 才會把我們伴奏請一片給她 不是我通常賭上有喔 那妳幹嘛啊 耍這什麼花糟 那我這麼辛苦做花燈 老闆娘真是算得精 原來4月8本來就有吃半桌的活動 不過不管怎麼樣還是可以痛快吃一場 這場賭注還是挺划算的啦 在吃半桌之前 我特地來到了頭份的半桌文化館 體驗早期客家人熱情的半桌文化 在這邊喔 妳可以看到各式各樣令人懷念的廚房用具 像是舊的鍋碗瓢噴 柴燒爐燥 每一個都刻畫著歲月的痕跡 聽說以前啊 每到了要辦桌的時候 一定就是街房鄰居全體總動員 僕僕媽媽們就變成了長廚的大廚師 而強壯的男丁們可就要負責扛桌椅囉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打地鼠的遊戲嗎 其實不是 這是以前人啊 就是他們要攀奏的時間 然後就是他們就會從 要到辦桌的會場啊 就要把整組喔 就是桌子椅子全部扛出去 那我現在個人就要來體驗看看 有夠困難的啦 怎麼可能啊 一張四方桌 然後配上四張凳子耶 我老天爺啊 剛才導演跟我講說 如果我扛起來的話 可以多吃一個便當 可是好像不是很誘人啊 為什麼要做這種事啊 你看你看 有動一點有動一點喔 可是這種出眾的工作 我想我還是體驗一下就好了啦 我呢還是趕快跟老闆娘去吃飯桌囉 早期的頭份四月八 家家戶戶都會準備大魚大肉來祭拜 這也吸引了十萬遊客 湧入頭份來吃飯桌 四月八客家文化節裡 為了延續這項傳統 所以準備了好多客家傳統料理 大家可以呼喉引拜 一起來訂桌 還可以邊吃邊欣賞客家藝文表演喔 哇塞 鴨哈鴨片 這已經比賽了 你們老闆娘的前前耶 我祝你那時候 剛才用鐵鐵麵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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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知道 他們沒有簡單的 想要這樣挑戰啊 挑戰他們說 我們娘神啊 全部喔 就在反差輕鬆的 也要把褲子都拿出來喔 然後會注射寬過一盆眼神 不然咬褲子就是要用觀眾的縫飾 就做得連絡牌的感情啊 把它吃到非常好 那帽子讓你咬褲子 就是會比較生疏了 沒有這種聯絡感情的時候 有聽說一支髮帽 就說一腿情 二腿叨 三腿不料料 意思就是說 現在人啊就是 其實生活型態 比較沒有再像以前這樣 會藉由神明繞境 然後圍繞一些 就是工作人員啊 或者是說邀請親戚朋友 一起來聯絡情感 所以可能一帶著一帶著 接著下去 大家情感就會生疏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氣氛呢 真是太讓我找回 以前那種的感覺了 對 哇 謝謝你耶 真的擠著愛藥魚捧拍嘛 對啊 一捧拍耶 太加色拉 太加色拉 這一整桌的客家菜 真的是讓我大包口福 更重要的是 滿滿的好料伴隨著濃濃的人情味 鄉親們喧鬧的招呼聲 吃起來更加有意思 漂亮的姑娘 有 我看你應該跟我差不多大而已 對 我們差不多大 沒錯 那我覺得你小時候 應該沒有吃過這樣這樣的半桌吧 有有有 我們家以前就有半桌 請我們的親友來吃 真的嗎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你是說以前拜拜迎神的時候 就真的你們自己會煮一桌嗎 對對對 大哥我看你這樣點頭如搗蒜 你該不會也有同樣的兒時記憶吧 對啊 因為小時候常常吃這種半桌 我們覺得說 親友都這樣回來 趁這個時間聯絡感情 非常的好 你知道以前其實也是會聽長輩在說 就是迎神的時候 他們那個時候會有多熱鬧的場合啊 可是真的是很難想像 但是今天我真的來到頭份這個地方啊 我就可以想到以前那種熱鬧的情景 而且你知道嗎 現在他們就雖然是用任桌的方式 可是同樣不變的是什麼 就是那個客家的好味道 光用看了就覺得好滿足喔 今天真的太值得了 讓我真的找回那種客家抓 既純樸熱鬧又熱情的感覺 說起來頭份4月8的賽花燈 是開始於上街與下街兩戶人家的比賽 雖原本的上街下街 也只是現在的上公園和下公園裡頭 每到4月8的時候 都會延續當時對抗的盛況 擺上閃閃發亮的造型花燈 雖然不是比賽 但是各個珍奇鬥驗每個身收 這些唯美的花燈 都是由知名的花燈藝術家 精心的設計製作而成 真的是超有看頭的啦 閃爍的霓虹點亮頭份的夜空 更吸引了全台各地的朋友 一起來欣賞 而且不只有美美的花燈可以看 更有熱鬧滾滾的彩街活動呢 頭份的4月8彩街遊行現在就要正式開始囉 哇賽你看真的超多人的 我想應該不只有頭份的 全部頭份人應該都來了吧 各地外線四人通常來參加也好期待喔 你看這滿滿的人潮 包服是要擠爆了頭份的街頭 今天的彩街活動可以說是融合了全台各地 客裝十二大節性的濃縮版了 不僅有鎮鎮的鼓聲鼓舞著大家的精神 我還看到了雲火龍遊街的隊伍 各地的特色活動輪番上陣 真的是好有趣喔 接著還有阿婆穿著傳統的客家服飾 挑戰鳳範 這不就是寶山的打中舞嗎 我也好想試試看挑戰的滋味喔 阿婆 你開這個單位會辛苦嗎 沒有 會沖喔 我會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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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要沖喔 好重喔 哈哈 哪個本人 這隻手把東西 幫你啊 我有單子給你 單子給我 就要換菜包 換菜包喔 我會沖喔 他說我可以去換菜包吃耶 我幫他扛樓就可以換菜包 好好玩喔 今天的遊行實在是有看頭 其實從以前農曆四月八 就是頭份大拜拜的日子 所以有許多外申師的朋友 都會趁這個機會來到頭份來玩玩 雖然現在少了那種農業社會 感激吃拜拜的氣氛 但是透過吃飯粥的活動 和熱鬧的採接遊行 再一次的把神橋帶來頭份 今天的採接遊行真是太好玩了啦 你知道在這個地方 他們幾乎是用公街的方式在進行耶 而且遊行隊伍參加 隊伍真的非常的踴躍熱烈 裡面還有客裝十二大節慶的這些東西 融合在裡面 像是棒龍啊 雲火龍啊 打中午啊 還有舞王爭霸賽 完全就是在四月八節慶裡面 你就可以預習了一整年的客家無化節慶耶 融合了客裝十二大節慶的採接遊行 讓所有人看到了多元的客家文化 更展現了客家鄉親們熱情的活力 頭份四月八客家文化節真的是太成功了 從一月到十二月都有許多具有歷史傳承意義的熱鬧節慶 這就是現在每年在客家庄都會盛大舉辦的客裝十二大節慶 努力四月八 我在頭份吃到了胎飯也 也展開了一段冒險的賭注 更讓我親手體驗製作了客家花燈 最後才發現其實輸贏不是重點 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客家人的傳統文化 當大伙兒圍著圓桌吃飯 才發現原來加上了一種叫做人情味的調味料 就會讓菜色升級成人間美味 在燈火的映照下 我慶幸我趕上了這場華麗而熱鬧的祭典 這些人 這些事 這些味道 將永遠在我的心中直到永遠